忘了姐姐等着穿,没让师傅把衣服拿来 好了,别再演戏了 你心里在想什么,连瞎子都能看出来 说话好听点 别给脸不要脸 你也别得寸进尺 不过就是拿了几天钥匙 就真以为自己是正牌的司令夫人 还差得远呢 钥匙一天在我手上 这后院的上上下下 就得听我的 不要你 也不照着镜子看着自己是什么东西 瞧瞧瞧瞧 你人老猪黄 就安分点 还有口饭吃 否则 哪儿清静 哪儿待着去 别以为飞上枝头的都是凤凰 是只鸡 到哪儿都是鸡 你 你敢打我 你敢打 三太太 三太太 没事吧 三太太 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三太太 三太太 三太太没事吧 都不过了 来人了 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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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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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怎么样了 抱歉 孩子保不住了 三姨太需要静养 我给她开了一幅方子 一天扶三次 老财 宋大夫 是 告辞了 你这个女人 你也太狠毒了吧 我没有啊 你没有 都弄出人命了 你再狠毒 也不应该对她肚子里的孩子 下毒手 那是我曹家的骨血 我没有那个意思 老爷 我也不知道 别说了 我不想听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胡来的话 别怪我不顾夫妻之情 把你赶出曹家 老爷 你还在干什么 老爷 老伯 老爷 我的孩子没有了 别难过 你没事就好 没事 我 我 你带过 这是三姨太的一点心意 你说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你记住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一定要保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好了 趁没人看见 赶快走吧 好 那我走了 你真是贱鬼 都没听说三姨太怀孕 怎么一下就流产了 简直太奇怪了 难不成 这其中有鬼 这其中有鬼 老妈 五妈 什么事 好久没找你聊天 今天刚好有空 来 这边 这是夫人赏的 这是 你拿着 有事请你帮忙 你也知道 现在情况不一样 没错 府里太太是有两个 可少爷只有一个 这就要比谁的气场 看谁到底是最后的赢家 不能只看眼前 你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 不要紧 这门我也得帮 应该了 不能少 到底什么事 怎么样 大家听到了没有 我已经跟洗衣房的王妈问明白了 三姨太没用月布 你酷也没沾染上恶露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个小骚货 根本就没有怀孕 是啊 我就说他吃那个药大半年了 根本不可能怀上孩子 那个瓶子 为了争权夺利 真是用尽了心机 可惜啊 做事不够仔细 还是让我抓住了小辫子 夫人 既然证明了三姨太耍奸 那我们就去告诉老爷 让老爷把他赶出府去 不 他现在正受处 那张嘴又能言善道 我们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就去跟老爷说 恐怕最后是惹得自己一身心 那怎么办 您不能白白受屈啊 当然 所以我们就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来 让他没法抵赖人 司令 小的没有害三姨太 是三姨太给钱让我说他流产的 我真的没有害三姨太啊 你说什么 三姨太自称怀孕流产 但是完全没有小产后的任何迹象 所以我就起了疑心把林大夫找来 现在看来我所有的怀疑都是对的 他被收买了一次了 难道就不能被收买第二次吗 司令 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 绝无半句谎言 求司令明查 你怎么能证明 林大夫不是被你收买的 女人小产后都有恶路会排出来 但是我问过洗衣房的王妈 她说三姨太的底裤是干净的 这完全不合乎常理 我知道老爷不会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传洗衣房的王妈来问问 要是王妈也被你收买了 那她的话可信吗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信我的话了 但是 我只求一个对峙的机会 如果有半句假话 甘愿受罚 老爷最近怎么回事 当然好带人家去看戏 现在连个动静也没有 您就别生气了 老爷现在心里除了您 还能容得下谁呀 您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 大太太就算再年轻二十岁 她也比不过您的 这种没有仁爱 又只会吃醋 妒忌 还耍心机的女人 当然没有我美 是啊 您有老爷的宠爱 又握着咱们府里后院的大权 她当然是比不过您的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有名有份的 还有个儿子 可是您还年轻啊 还怕生不出五个八个儿子吗 你当我是母猪啊 不过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 给老爷生他几个孩子 尤其是儿子 看那老女人 到时候还怎么跟我斗 进 三姨太 老爷请您去大厅一趟 绝大厅 Perd volunteers 哎呦老爷 你不是要带人家去看戏吗 先把这事处理了再说吧 林大夫 我来问你 三姨太流产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三姨太给我钱 让我说谎的 我连卖都没有认真把呀 你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给你钱了 三姨太 求你别害我呀 我 老爷 请你相信我 是大太太 故意收买这个大夫 找人来陷害我 我是无辜的老爷 来人 请贺大夫进来 是 老爷 请贺大夫 把麦去把麦